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学是地方上最高的学苦力 培养优秀的高级人才 如果那个地方大学办得越多越好 就表示那一处的学术水平越高 那个地方的未来发展就越有希望 究竟省港澳大学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说到香港的老牌大学 就一定要算这一间是1912年所创办的香港大学 它已经有90多年内历史了 但有一个追寻起来 原来它是由1887年所创办的香港西医学院演变而成的 所以算起来它已经有差不多120多年内历史了 因为孙中山先生也曾经在香港西医学院署毕业 所以追寻起来 孙中山也可以说得是这间香港大学的一份子 香港大学最初设立的就是医学院 其后相计设立的工学院、文学院等等 那么到了现在呢 香港大学一共有10个学院那么多 还未计算研究所以及校外课程在内 那么现在呢 香港大学的学生差不多有成二万人那么多 真是可以说得是徒里满门的 那么因为这间香港大学呢 就是殖民地英国政府时候所创办的 所以以前聘请回来的教授呢 多数都是外国著名的学者来的 所以上课的时候呢 无可避免呢 就是以英文为主 那么在一个 以华人为大多数的华人社会里头呢 就似乎有些港元过去了 为了平衡香港大学 以英文授课为主的缺陷 同时呢 亦为了推广中文教育 所以呢 就由当时呢 三间这个早已经成立的大专院校 即是崇基、新雅和联合呢 在1963年呢 是组合而成 是这间呢 香港中文大学的 那这间香港中文大学呢 主要呢 就是以中文授课为主 当然呢 其中有些理工学科呢 他就要中英语呢 就并重了 那这间香港中文大学 和这个香港大学 他们的选址呢 就不同了 香港大学呢 就选择以 香港半山的闹区 在那里来建校 而这间香港中文大学呢 就选择在 新界马尿水这个地方呢 来建筑这个校舍 各有风格 亦各有特色 但是呢 都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为香港呢 是作育英才的 那 香港以前呢 只有香港大学 和中文大学的 但在十几年前呢 这个局面呢 就被打破了 原因呢 就是后来呢 陆陆续续的 是加入浸会大学 和岭南大学的 香港呢 除了有香港大学 中文大学之外呢 还有些理工学院 理工大学等等 比如好像这一间 位于红磡的香港理工大学呢 就是其中之一 那它历史呢 非常之悠久的 原来它呢 就在1937年呢 是已经创立了 不过当时呢 就称为 香港官立 是这个高等的工业学院 到1994年的时候呢 就升格为呢 香港理工大学 成为呢 香港的大学之一 廣州呢 现在有不少呢 培养国家精英的大学 包括呢 就有中山大学啊 华南师范大学啊 以及契南大学等等呢 那很多廣州市民呢 都已熟能长的了 但是说到说 廣州什么时候才开始有 第一间的大学呢 而这一间 第一间的大学 又是哪一间呢 相信很多人呢 都会忘无头水的 原来呢 广州呢 在1914年呢 就已经开始有 大学的出现了 那它就是由当时的 格志书院 岭南学堂 岭南学院 合拼而成的 岭南文理科大学的 这间岭南文理科大学呢 就是由 美国的全教士呢 所创办的 那后来呢 在1927年呢 就是由中国人呢 是接受呢 是扮理 其后呢 校母呢 是蒸蒸日上 成为呢 岭南地区 最原地的 私立大学来的 但是到了现在 为什么不见了 这间 这么出名的大学呢 原来呢 在1949年呢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这一间 岭南文理科大学 和中山大学呢 合拼为一 相见合一呢 令到校母呢 是更加蒸蒸日常的 那中山大学又怎样呢 原来中山大学的前身呢 就是在1924年 所创办的 国立广东大学来的 那其后呢 为了纪念 孙中山先生 就将这间大学呢 改称为 国立中山大学呢 后来 这间中山大学呢 是和这个岭南文理科大学合併 组合而成为 全新的中山大学的 澳门呢 澳门呢 在陈仔那些树呢 有一间著名的 澳门大学呢 那原来呢 这间澳门大学呢 它的前身呢 就是呢 是在1981年 由私人创立的东亚大学呢 那在1988年呢 就由澳门政府收购呢 将它由私立大学呢 改变为公立大学呢 那还在三年之后的 1991年呢 就将东亚大学呢 改名为澳门大学呢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这间澳门大学呢 呢 一共有五个院系的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它里头的 无论是教学设施也好 也好 以及师生宿舍也好 也好呢 都正在呢 不断的扩建之中 那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呢 它的发展面貌呢 将会呢 是令人呢 是刮目相看的 除了著名的澳门大学之外呢 澳门呢 还有两间大学呢 分别呢 就是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 以及呢 这一间江城立不久的 澳门科技大学呢 那就是以事论事呢 澳门的高等教育 无可否认呢 是开步是比较似的 那比起廣州和香港呢 都迟了很多 但是现在呢 它正是朝气蓬勃地 高速度发展着 将会不假外求 为澳门呢 是陆续培养 一批又一批 优秀的高级人才的 我认为呢 小学教育呢 就好像春天 播种插殃一样 将那些有苗呢 好好地培植 那么中学的教育呢 就好像 炎炎夏日 努力耕耘一样 小心翼翼呢 提防中途呢 会出现问题的 而大学教育呢 就好像 是秋天 是秋天 收割前一样 只要精心培育的话呢 就肯定 会结出 累累的果实 是整个过程里头 如果没有了春天和夏天的播种耕运 就不会呢 是有秋天的修成一样 这样 如果没有了中学和小学的精心培养呢 就不会有大量优秀的大学生出现了 所以我们应该对于那些小学中学的教师 他们春风化雨 祝育英才的共义呢 是知意 万亿分的敬意的